中文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今天呢我们要说一个跟看电影有关系的课 是电影分级 那徐周你跟我们说一下什么是电影分级吧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就是电影啊 它好像也有级别对吧 特别是在一些国家 就是针对不同的观众 它分了不同的级别 哦我知道就像美国电影有什么PG 对 然后PG13什么东西的对吧 对对对 包括像在欧洲啊 一些地方也有 就是有些内容呢 就是并不适合一些特定人群观看 所以说呢就是把这个电影啊 定一下级别 哦就分成一级一级的 嗯是的 那么今天我们的对话 就是关于电影分级的 一起来听一下 哥们儿周末在干嘛呢 我在家看片 色界 未删减版 我是在电影院看的 哎 中国就是没有电影分级制度 如果有的话 电影院放的色界还需要删减吗 是啊 很多国家 比如美国 英国 日本什么的都有完善的电影分级制度 香港和台湾也有 就中国内地不实行 我们有内地电影的删改标准 无论是国产影片 还是进口影片 事实上都遵循着一个原则 就是老少皆宜 有多少好片就是因为 无法通过审查而不能 进入影院见观众啊 其实电影分级本质上 是为观众服务的 就是告诉不同年龄的观众 可以看哪一类的电影 电影不分级实际上是侵害儿童的 因为太多涉及血腥 暴力 性爱的画面 过早地让孩子们看到了 同时也是对成年人不负责 因为不能真正制作 符合成年人口味的类型片 是啊 实施分级制度 让儿童受到保护 让成人得到满足 让创作者的思想不受约束 还能促进电影产业化 既然分级的好处如此显而易见 为啥就不能实行呢 怎么说呢 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 既包含政治问题 又包含电影管理问题 和社会问题 有关人是说 之所以没有实行 是考虑到目前的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 以及电影的管理水平 难以达到分级的要求 也就是说 管理跟不上 分级制度无从谈起 也有很多人有认识上的问题 觉得分级就意味着变相开放三级片 就意味着色情暴力的出现 看来中国电影要实行分级制度还是路漫漫啊 的确电影分级在中国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头疼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除了国家政府其他的人都希望分级 对 但是因为国家政府不希望分级 所以现在中国还是没有这个电影分级制度的 但是你话说回来啊 就是说我们中国虽然没有电影分级 但是我们有一个广电总局 然后他呢天天会查你所看的电视剧啊电影 所以在对话里面啊 他们就说他在看这个电影叫色戒 然后是一个未删减版的 删减我们知道 比如说在文学作品中把一段话 一个画面把它删掉 去掉 去掉 这叫删减 那么未删减版 也就是说他没有删减过的版本 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呢 我记得我是去电影院看色戒的 然后这个电影 因为他有一些就是性爱的镜头嘛 对对对 所以你刚才说到那个广电总局 他肯定是先看了这个电影 然后他就删减了这个电影 所以其实我在电影院里面 是完全没有看到任何性爱的镜头 那么说到这部电影啊 电影名字叫色戒 它是非常怎么说呢 有名啊 在中国电影史上 而且呢是比较具有争议的一部片子 是由那个奥斯卡获奖导演 李安导演的 对的 那因为呢 他有这些镜头 他删减过了 所以呢 如果你想看到完整的电影啊 你必须去找到这个叫 未删减版 是的 应该是盗版的吧 因为他肯定不是通过正规渠道出来的嘛 对的 那像中国呢 还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外国的电影 他来中国的时候 可能他也是有一些镜头 广电总局觉得不合适 所以就删减嘛 所以但很重要就是 如果你想看完整的电影 就一定要找到这个未删减版 是的 也就是说非正规渠道 但是呢 对话里又说了 就是我们说到那个广电总局嘛 他虽然没有电影分级 可是呢 他还是遵循着一个原则 去改这个电影 遵循 那遵循的话和遵照 按照有什么区别呢 遵循的话呢 他和刚才遵照 按照呢 他是有一点像的 就是他按照后面的那个东西 就是后面那个东西怎么说 他就去怎么做 但是呢 遵循的后面 一般是一些 比如说像法律啊 道理啊 就是比较抽象的一种 道理或者说真理啊 原则之类的 对的 然后他这些东西 经常可能是 比如说像法律 或者是原则 他可以写下来 然后呢 大家都认同的 成文的 对的 然后这样的东西 都可以用遵循 对 那我们除了遵循原则 还可以遵循什么呢 那刚才说到的 像遵循一个法律 对 或者是遵循一个道理 遵循一个做人的道理 对的 中国的这个遵循的原则 就是老少皆宜 我们广电总局的原则 就是老少皆宜 这是一个成语 大家可以从字面上也看到 老就是老年人 少就是孩子嘛 就是老年人和孩子 都能够接受的 老少皆宜 这里的接就是说 都全部 对 那像 比如说 我们经常看 那个迪斯尼的电影 那个就是老少皆宜 对 没有什么人不能看的 大家都能看 是的 但可能有些片子 就不是这样子 对的 所以呢 有一些片子呢 他无法通过审查的 就完全不给你看 审查 感觉在中国 大陆是无处不在 这个很要紧的 特别如果你 你是做跟电影啊 或者写书啊 这种有关系的工作 我觉得任何文艺创作 都是有关 所以审查呢 它不是一般的检查 它一般是要由 政府机构 就比较正式的 这些官方的机构 来做的 对 因为我们从这个字 审这个字 因为我们知道 有审判人 对吧 就是有点像那种 非常有点压力 在那边 然后呢 就给你压力 让你 然后去检查 对吧 对对对 这种感觉 对的 所以一般的情况 比如说 公司不太可能会审查你 或者你父母 也不会审查你 就一定要有这种 权力机关 对的 要有权力的这种机构 对 所以说当时那个谷歌 离开中国 也就是受不了中国的审查 审查太多了 对 所以说我们也知道 这其实也是个事实 就是说中国的 可能因为某些原因 就是说对各方各面 包括像互联网 我们的电影 电视市场 都是无处不在审查 对的 那么我们知道 其实电影分级 其实对这个电影市场 是有好处的 那么适合不同的观众 找到适合自己的电影 适合自己的影片 对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做好分级的话 就像我们对话中提到的 其实是会侵害一部分观众的 比方说我们的儿童 对的 特别会侵害儿童 侵害 对 那侵害一般是对什么有害处 然后侵犯了什么的权利 对 那比如说儿童 它本身它有一个 应该是受到保护的 对 因为可能有些画面 并不适合儿童的 那你给它看了之后 你这个就是侵害了 这个儿童的健康 对 对吧 那然后还有我们经常会说的 像侵害什么的权利 嗯 嗯 Greetings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ChinesePod Trivia Our first question is How long will it take you to become an intermediate Chinese speaker using the ChinesePod app? Is it A. The rest of your life? B. You should already be an intermediate speaker? C. Three months? Or D. ChinesePod has an app? You should already be an Ooh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Three months That's right Head over to ChinesePod.com now to register for your access to over 4,000 lessons Get the ChinesePod app now on Google Play or the App Store 侵害消费者权利 对的 你卖给我一个什么不好的东西 你侵害了我的权利 是的 甚至我们还会提到 就是比方说侵害人权 嗯 也是 就是侵害人的权利 对吧 是的 这个分级制度好像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 它的好处显而易见 对啊 我也觉得是显而易见 很明显就放在那边 你可以很轻易的看见 对的 所以这个成语就是说很明显 很容易看到 比如说 用ChinesePod学中文 这个好处显而易见 是的 那为什么不分级呢 那么在我们对话当中 好像也谈到了 因为可能这个问题啊 在我们中国国内啊 是相当复杂的 嗯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对 而且呢 可能考虑到这个管理的水平也比较低 嗯 他就说分级制度啊 无从谈起 无从谈起 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谈这个问题 嗯 所以这个成语呢 就是说你一个什么东西 你根本还谈不上 嗯 就是你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你还在比较落后 比较前面的地方 对 就这个问题真正放到眼前 我们去谈 我们还没到这个时间 嗯 对的 因为你管理水平都没有嘛 你根本就无从谈起 还有像 我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 我连拼音都没有学过 那会书中文无从谈起 对 是的 嗯 那么我们国内真的是这种情况吗 无从谈起吗 我个人持怀疑态度 嗯 这个我们可以等一下来讨论啊 嗯 还有很多人我觉得 嗯 特别是像年纪大一些的人 他们可能会觉得分级啊 他是不太好 因为他他脑子里就是觉得分级就是要变相的 开放什么三级片啊色情片啊暴力片 嗯 哎 我们首先说说这个词语变相 嗯 那变相呢 其实他的字面意思就是说 改变了他原有的面貌 嗯 对吧 外观 对的 就是他假装出来一个样子 让你觉得不是 对 但是其实他内在还是这个样子的 他本来看上去不是去做这件事情 但实际上他的意图啊就是去做这件事情 对的 那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老师会变相体罚学生 啊对 听到很多 嗯 那体罚本来是说就打你嘛 嗯 那么他变相体罚呢 他他不打你 对 他让你站着 哎 或者让你写什么 写一句话写一千遍 哦 对的 是吧 对的 你看起来呢 他哎 老师我没有打他呀 对我没有发生肢体冲突啊 对的 这不是体罚 但是他其实换了一种方法 还是让你 比如说你你写一千遍 这手累死了 对对对 对吧 一直站着脚累死了 这也是一种体罚 嗯 是的 哎 那么说到这个变相啊 我们刚才解释这个词语 但其实说到我们这个话题上电影啊 让我想起了以前啊 我们其实中国有过啊 那么一小段时间是提倡分级的 嗯 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有些电影啊 他们会标注儿童不移 这个好像有 比较早 我记得 九几年了吧 好像 嗯 儿童不移啊 这四个字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儿童不适合 对 因为我刚才我们说到老少皆宜 对 就是年纪大的和年纪轻的都是适合的 都可以做的 对 那么儿童不移就是不适合 对 就是这个片子啊 可能里面有些内容不适合儿童去看 嗯 但是真实反映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说可能很多人啊 他都是看了这个儿童不移这个注解之后啊 而去买票去看这个电影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是变相的吸引观众 对 对 就是你以为可以看到什么色情暴力 结果你去看也没看到对吧 对 就是一个动画片嘛 这是另外的一面 好的 嗯 那虽然大家都很希望中国电影可以分级 但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 看来呢 中国电影分级制度啊 还是路漫漫 嗯 路漫漫 嗯 路漫漫呢 它是有一个典故 就是中国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叫路漫漫其修远西 对 就是指这个路啊 很长很长 对 你没有办法马上走完这个路 或者是达成你的目标 是的 所以我们就再等等吧 嗯 好的 再来听一下对话吧 哥们儿 周末在干嘛呢 我在家看片 色界 未删减版 我是在电影院看的 哎 中国就是没有电影分级制度 如果有的话 电影院放的色界还需要删减吗 是啊 很多国家 比如美国 英国 日本什么的 都有完善的电影分级制度 香港和台湾也有 就中国内地不实行 我们有内地电影的删改标准 无论是国产影片 还是进口影片 事实上都遵循着一个原则 就是老少皆宜 有多少好片就是因为 无法通过审查 而不能进入影院见观众啊 其实电影分级本质上 是为观众服务的 就是告诉不同年龄的观众 可以看哪一类的电影 电影不分级 实际上是侵害儿童的 因为太多涉及血腥 暴力 性爱的画面 过早地让孩子们看到了 同时也是对成年人不负责 因为不能真正制作符合成年人口味的类型片 是啊 实施分级制度 让儿童受到保护 让成人得到满足 让创作者的思想不受约束 还能促进电影产业化 既然分级的好处如此显而易见 为啥就不能实行呢 怎么说呢 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 既包含政治问题 又包含电影管理问题和社会问题 有关人士说 之所以没有实行 是考虑到目前的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水平 以及电影的管理水平 难以达到分级的要求 也就是说 管理跟不上 分级制度无从谈起 也有很多人有认识上的问题 觉得分级就意味着变相开放三级片 就意味着色情暴力的出现 看来中国电影要实行分级制度 还是路漫漫啊 许卓 我以前也是觉得 如果电影分级的话 不就是允许 就是看那个什么三级片啊 什么暴力片啊 我觉得对儿童不好 但是我现在觉得 不分级真的是对儿童不好 真的真的 说实话就我个人而言 就是其实说实话 国内产的片子 影片也好 电视剧也好 都看的比较少 相反我的儿子 他倒是经常看一些电视啊 卡通啊 动画片 那个漫画之类的 所以说呢 我就会发现啊 就是他有时候 在看一些国产动画的时候 会接触到一些非常不好的东西 比如说 比如说前两周 我在那边做事 然后呢 我儿子在看一部叫什么 名字我也记不太清楚啊 里面的人物啊 他说的一些话 我觉得特别的 印象特别深 他说到什么 老不死的 我要怎么怎么样打死你 我要怎么怎么样砍死你 其实很暴力 对啊 而且你知道老不死 他是对那个长辈 或者说老年人 非常侮辱的话语 我觉得让小孩子 一个六七岁小孩子 看这种东西 我觉得真的是一种 作孽啊 真的是 对的 而且因为我也是发现 因为中国的电影院嘛 因为他没有分级 所以原则上 就是孩子和爸爸妈妈 都可以去看的 对吧 但是你实际去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就有一些电影 它根本不适合小孩子看 对对对 什么暴力啊 什么什么 不怎么合适的 什么比如说亲吻啊 或者是什么 而且为了你们发现 特别是像动画片 国产动画片 他们其实一些创作人员啊 就是说他们所运用到的 一些语言也好 或者说一些情节也好 他们其实是把一些 比如说大人世界的 一些东西放在里面 特别是我觉得 现在一些新兴的 一些网络用语啊 也会运用到 一些这些动画片里面 其实对小孩子 一个语言成长 或者他身体发育 其实非常不好 对的 因为如果你不分级的话 爸爸妈妈也不知道嘛 对 动画片小孩子 当然可以看 或者是这个电影 故事不错 我带我的孩子去看 对 就没有对爸爸妈妈 有一个提醒 对是的 因为我们大人不知道 这里面所用到的语言 我们只知道 它是一个动画片的形态 对对对 对吧 它是一个状态 是一个动画片 但是我们不知道 这里面用的语言 它的一个思想是什么 对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 其实分级制度呢 对于成人 或者是对于儿童来说 都是非常好的 嗯 那虽然有点困难呢 也希望中国电影 可以早日的实现 对是的 那我希望我们的广电总局 少禁一些美剧 少禁止一些健康的美剧 能够多帮助我们的电影 电视文化市场 逐步建立起这么一个 分级的制度 嗯 是的 好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你对这个话题 有什么想法的话呢 都可以来 ChinesePod.com上 给我们留言 嗯 是的 那么这次节目 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给大家听 评计计划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 dot chinese pod dot com slash two four five two you